現在我們看到像是微博還有推特 這些社群呢 都在封傳說廣中天河區呢 是接下來恐怕會面臨全區域的封城 有些學校突然間要求所有的學生要離校 導致街上出現了大批的返鄉人潮 外面看到高速公路呢 已經擠滿了要出城的車輛 而在車站有許多人搭不上車 只能夠被迫就地的露宿 大批的中國網友 徹夜的在網路上面來熱議 接著我們說到疫苗 德國政府呢 發言人海貝施翠呢 他是建議中國應該要使用 西方製藥的公司輝瑞或是Bn7 以及莫德納生產的mRNA的疫苗 來解決中國嚴格防疫政策所帶來的擔憂 因為這些疫苗已經讓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 幾乎解除了所有的防疫限制 也透露說德國總理肖茲在訪問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也已經明確地表達了這一點 如今挖出公司的監視名 光是名下就有35間的核酸檢測機構 而且公司是開到哪裡 哪裡就接著爆發疫情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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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